领基础 学IT 月薪过万 就来黑马程序员 黑马程序员 成就IT黑马 今天其实你的学习压力就并没有那么大 今天首先第一部分呢 讲一下守护进程 守护进程呢 其实跟咱们前面讲的进程差不太多 只是唯一的有一个区别什么呢 前面咱们讲的进程 它都是有终端的 是吧 那么这个守护进程呢 它是没有终端的 没有终端的啊 比如说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把咱们之前的那个进程的终端的给它去掉 那么怎么去掉呢 那么其实你就记住一个函数就行了 是这个函数 你看这个函数简单吗 就是set sid 那么你的一个进程 比如说你的一个这个子进程 你的子进程掉用set sid 那么你这个子进程就变成了一个守护进程 这么简单啊 那其实这个虽然很简单 但是咱们你得写出来一个例子啊 好 那么就把这个例子写 就是这有个练习啊 就说让你写一个守护进程 每隔两秒钟呢 获取一次系统时间 然后把这个时间呢 写入到词探文件 啊 比如说这是我们这个守护进程啊 你要完成的一个代码 啊 把这个代码 其实这个代码呢 就融合了前面咱们介绍的一些知识点 那么哪些呢 比如说 每隔一定的时间 是吧 定时器了 哎 或者说你这个定时器 每隔两秒发一个信号 那么就需要捕捉了 对吧 啊 就说把咱们前面学过的知识啊 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小练习啊 其实也没有 没有几句话 啊 那么这是守护进程 那把这个守护进程讲完了之后呢 哎 后边咱们就介绍县程相关的了 那么县程呢 其实就跟咱们前面讲的进程呢 不太一样了啊 他们的实验思路呢 也不一样了 哎 那他们就比进程要简单一些 那么这个代码 你再理解起来呢 也比进程呢 要简单一些 啊 那么首先咱们先介绍 进程相关的几个函数啊 那么这个函数一共有六个 那么其中比较重要的呢 就是前三个 前三个比较重要 那么后边这几个呢 这个根据情况啊 根据情况去掌握就行了 这个用的有的时候啊 其实用的不太多 啊 那后边还有一个县程属性的设置啊 把这个设置呢 咱们也把它说一说 那么属性设置其实就是设置县程分离 好 那这是咱们在设置这个县程属性的时候啊 比如主要是调用什么呢 你看就调用一个函数啊 就是一个函数调用 那么这些呢 其实都是一些函数的介绍 那把这些介绍完之后呢 根据应该还有时间今天 那么有时间呢 咱们就 你先怎么着呢 写个小例子啊 把这个例子写完了之后 咱们后边来说一下 现成的同步 啊 那么通过一个例子啊 咱们再来说一下为什么要同步啊 就是说那个把那个例子写完了 然后咱们就通过那个小例子来讲一下 那么今天咱们如果要是 讲这一部分内容啊 因为不会都讲了啊 那么主要是讲那个 护持锁啊 把这个护持锁呢 把它说一说啊 就说你先怎么着呢 对这个线程同步呢 先有一个认识啊 有一个认识 你先知道 我如果想同步的话 我应该如何去做啊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有了这个概念知道了 那么后边咱们再 你再去理解这读写锁了 条件变量了 信号量了啊 那这就比较简单了啊 首先有这样一个概念啊 啊 那个后边咱们就不说了啊 那后边咱们放到后天的 后天再说